戰斧牛排烤的油量熟度恰到好處 五星的自助餐廳重新開放內用 為了防疫有新招 自助餐廳為了避免民眾共用餐具 只要把我手上的號碼牌投進桶子裡 就有專人送餐到你桌上 手上就可以拿著一個號碼牌 然後直接去投自己想要的食物 然後後來就會有人幫你送上來 覺得這樣還蠻新鮮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防疫檔做得很好 除了號碼排送餐 桌上的隔板 員工的口罩 面罩不可少 座位的距離也拉開 定位相當踴躍 目前我們到八月底的話 平日是八成 那假日是幾乎全滿 軟殼蟹果粉油炸 再用紅黃咖哩結合 搭配現炒滑蛋 金黃色澤 香氣四溢 餐飲業者為了搶工市場 提前收五倍券 你只要來這邊消費的發票 你留著 到時候你拿到五倍券的時候 你可以帶你的五倍券 跟你的發票來到我們的門市 五百可以變六百 五千可以變六千塊 除了泰式餐廳 還有手搖引滷味 都想先搶五倍券的熱潮 其實受防疫政策影響 七月份的餐飲營業額 四百二十六億 衰退幅度史上第二高 預估八月可能還是退三成左右 國內餐飲業自救出招 想辦法找回人潮 賺錢潮 三地新聞 郭宇宣室 歡迎台北 採訪報導